目光说电影角度很新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动漫 虫狮之简直光 在影片里的世界 存在着一种古老低等的生物 它们不是动植物 也不是微生物 而是一种神奇的力量 它就是虫 因此诞生了虫狮这个职业 只有身体体质像水一样 生命力像植物一样的人 才可以成为虫狮 而男主小帅就是虫狮 哪里有虫就去哪里 这次是一个女孩 小美得了奇怪的眼疾 一见光眼睛就会痛 乡下的医生 无论用什么方法 都没有能查出病因 小美没有办法 只能用一条黑带子 摸上她的眼睛 人们将她关进 暗无天日的仓库里 度日如年 还觉得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对她有利无害 小伙伴们都害怕和小美玩 会传染眼疾 唯独小帅不害怕被传染 常常到仓库和小美聊天 他们一起在黑暗中做游戏 一起感知黑暗带来的安宁 小美告诉小帅 眼睛下面有一层眼瞼 通过眼瞼可以看到 一条闪闪发光的银河 简直犹如天上的流星般美丽 小帅被小美所说的景象 有些迫不及待 可是小帅闭上眼睛 怎么努力都看不见这种景象 小美继续解释到 她只要完全闭上两层眼瞼 仿佛就可以来到银河的边缘 每当小美想要接近银河时 身后都会出现一个男人的声音 进行阻止 男人告诫小美 一定不要靠近这条银河 小帅陪小美在仓库里 显得有些密缝 小帅的母亲十分担心 她被小美传染眼疾 但是倔强的小帅 怎么会听母亲的劝告 久而久之 小帅的眼睛开始有些酸痛 母亲担心的事情再次发生 她坚决不让小帅再来仓库 找小美玩耍 这天一个满头白发的男子来到这里 这名男子就是在黑暗中 和小美交流的虫师引鼓 她知道小帅的眼睛之所以会这样 就是因为小帅的眼睛里面长了虫子 好在虫子刚刚孵化 可以使用药物治疗 果不其然 小帅涂抹几天药后就回复了正常 夜晚银鼓来到仓库探望小美 小美得知小帅的眼睛后很是自责 她私自靠近银河时 眼睛却变成了黑洞 因为小美长时间闭上眼睛 致使她的眼珠完全死亡 银鼓迫不得已将小美带到外面的月光下 只见小美的眼睛对着月光 流出一股黑色的液体 黑色的液体随即袭击站在一旁的银鼓 银鼓从黑色液体里面带住了作祟的虫 而后将自己的眼睛摘下来注射药物 将它完好无损地放进小美的眼睛里 自此之后 小美终于可以离开那个黑暗而孤独的仓库 重新看见这个世界的美好 虫师引鼓悄悄离开 去拯救那些被虫迷惑的人们 故事结束 虫师以宁静淡远的自然风光为背景 由一个孤独的女孩作为故事的衬托 向我们展示一个哀而不伤的作品 点赞加关注 看点影不迷路 下期不见不散